为什么开关电源输出短接之后不会烧毁的 你看 当短接之后指数灯吸魅 当我们拿开短接线 指数灯再次点亮 输出依旧正常 大家好我是光头气垫 我这里两块开关电源 一块是12V的 一块是36V的 这里还有一个12V的公平变化器 公平变化器输出端是不能短接的 而开关电源 它的输出端短接 就一点事都没有 松开之后依旧麻血输出 首先我们来开箱原理图 开关电源的原理图大同小异 我手头这张是3842的开关电源 采印电路图 上面各元件部件都有详细的标注 用A4指打印好像有点小 换一张A3的 给大家分析下原理 220V交流从这里输入 一路经过整理桥 然后在电容的作用下 变成了310V左右的直流电 这个310V左右的直流电 经过变化器的初级扰组 流电厂上线管的漏机 就这个角 它在这里等待3842开关电源芯片的 6角 发出的控制信号 这个310V的直流电 还有一路 从这个地方下来 经过一个电阻 来启动3842这个电源管理芯片 这个时候的3842得电工作 它的第6角就输出 脉充信号 送给厂商业馆 厂商业馆开始工作 大家看啊 在厂商业馆下面 也就是说它圆极这个角 串了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其实就是电流取样电阻 它的组织很小 一般只有0.几澳亩 根据澳亩电律 电流 等于电压除以电阻 也就是说 电阻一定 电流越大 它的电压是不是越大呀 那么 在这个电阻当中 经过产生一个导通之后 电流流过这个取样电阻 在这个电阻上 就会产生一个电压 这个电压 从这里过来之后 会加到3842的 这个芯片的第3角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3842芯片内部的电路图 大家看三角 三角进来之后 从这里过来 接到这个运放的 正向收入端 它的反向收入端的 电压是1V 也就是说 只要三角 反馈进来的电压 大于1V 那么 这个运放就会收出高电频 运放收出高电频 就会关闭第6角 6角关闭 那么厂上一管 就会断开 开关电源 自然就停止输出了 也就保护了整个电源的安全 至于这个电流取样电阻 食物一般就在厂上一管旁边 它的个头比较大 组织很小 很容易找到 大家如果想学习电路知识 我是建议大家 拿电路图对照食物 这样才能学好学透 学习起来也比较简单 我给大家收集了很多 类型的图 有开关电源的 电动车充电器的 电视机 电磁炉 变运器 电焊机 等等 都有 并且全部是高清工程图 大家看这是一个高清的电磁炉 PDF电路图 我可以不断的放大 放大之后 依然清晰无比 然后这是一个电焊机的电路图 高清的PDF 我把它放大给大家看 电动车充电器图字 我用A3字打印 A3比A4大一倍 需要用来学习的 可以告诉我 电子党 直子党 都可以 继续